第四號,還有第三號,Lapt 在稱呼的儲存格,這個是A10 是他的前一個字,然後這個的話是他的稱位 那判斷如果為男,就幫我串接先生 如果為女,就串接小姐 所以我的敘述大概是這樣,我的直覺敘述 因為敘述的方式,我有把他直接大概在這裡 請幫我撰寫,前面都一樣 然後我是看著什麼呢 看著Excel上面的位置 請幫我撰寫Excel公式 這開頭都一樣 將A10儲存格 所以其實以後你的問題 你就直接用坐標的方式告訴他 A10就這個 A10 那儲存格這三個字是不是要給 其實你可以斟酌啦 有時候我偷懶我都不打 因為這個應該他會滿聰明的 有沒有 將A10的 直接把這幾個字乾脆直接打在這邊 有沒有 然後取得第一個字 取得第一個字 應該這個敘述沒錯吧 OK,或者是取第一個字也可以 不用取就可以了 然後 另外的話第二個條件是這個 B10中如果為男的話 如果他是男生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呢 則串接 這關鍵字很重要 這個關鍵字我覺得建議你們是可以把它學起來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你要怎麼表達說把兩個加在一起 那如果在公式裡面這個叫串接 串在一起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可能我覺得是需要記的 串接先生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避免錯誤 你其實一樣你可以在先生前後有沒有 加上雙引號 讓他知道說這個就是一個字 一個關鍵字 女 或者是女這也可以啦 女則串接小姐 這樣應該我想他應該就看得懂了 然後就把這個問題一樣呢 直接就丟給那個CharGPT 幫我產生這個公式 看能不能得到我要的結果 所以這個地方一樣 我把訊息丟給CharGPT OK 然後送出 送出問題 看看答案對不對 OK 好像前兩個都沒有讓我們 讓我們那個 這個失望 那這一次會不會讓我們失望 會不會他突然又來一個錯誤 OK 好 看一下 而且他還滿厲害的 感覺好像真的有個公讀生 在後面打這個東西給我 之前還真的有人說 這是不是有公讀生 我想說公讀生有這麼多嗎 你們每個人都丟問題給他 那他哪來得及啊 OK 那真的是一個機器人啦 OK 應該不用置疑了 好 這個就是應該答案了 看一下 我不確定啦 不過我們盲測一下好了 不管 好啦 我現在也很懶得去判斷 反正直接複製對不對 直接就貼 貼到這裡 那貼我習慣是貼這邊 反正你貼上面貼下面都可以 打個勾看看 欸 無限 對 向下填滿 對不對 對不對 欸 對 全對 OK 所以他應該已經算是很厲害的 這個 Excel的 算是辦事人員的吧 應該可以取代很多 辦公室很多人員應該都是榮原的 直接用AI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這個衝擊會是還蠻大的 OK 好 在馬鹽